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就指一个怪字 他72天不剃发 不刮胡子 大冷天人家穿屁挂穿棉袄 他秃着头 单不裤子 顶多穿一件假袍 他倒宝贝他那又黄又娇的牙齿 他可以不擦脸 可是刷牙漱口 仿佛是他的情人 半天也舍不了 每天清早 饶我们好梦的是 他那大牌场的梳口 半夜里脚看我们不睡的 又是他那大牌场的刷牙 你见过他的算草本子没有 那才好玩 袋数 几何 全是一行行纸写的 倒亏他自己看得清楚 总而言之 一个字 老李就是怪 怪就是老李 这是老李同班的 在背后讨论他的话 但是老李在班里 虽则没有多大的词力 虽则很少人真的爱他 他可不是让人昭雁的人 他有他的品格 在班里很高的品格 他虽是怪 他可没有斑点 每天他在自修室的廊下 独自低着头 伸着一个手指走来走去的时候 在他心板上隐隐现现的 不是巷口西伯殿里 穿蓝竹布衫的 不是什么黄金台 或是吊金龟 也不是湖上的风光 男女 名利 游戏 风雅 全不是他的份 这些花样在他的灵魂里 没有根 没有种子 他整天整夜 在想的就是两件事 算学是一件 还有一件是道德问题 怎样叫人不卑鄙 有廉耻 他看来从校长起 一直到听差 同学不必说 全是不够上流 全是少有廉耻 有时他要是下树了棋 他爱下的围棋 他就可以不吃饭 不睡觉的想象 倘然他在那脚上 早应了一字 他的对手就没有办法 再不然他只要顾自己的活 也就不至于整条的大鱼 让人家呼伦地吞去 他爱下围棋 也爱想围棋 他说想围棋是值得的 因为围棋 有与数学互相发明的妙处 所以 有时他愿自己下不好棋 他就打开了一张温德华斯的小袋树 两个手指顶住了太阳学 细细地研究了 老李一翻开算学书 就是个活现的疯子 不信你去看他那树桌子 原来学堂里的用具 全是一等的烈火 总是树武舍前 那里还经得起他那很静的拍 应天想的拍 拍得满屋子自修的 都转过身子来对着他笑 他可不在乎 他不是骂孙树教员胡乱交错了 就说温德华斯的方程式 根本有疑问 他自己发明的强的 多简便的多 并且中国人做算学支写而成了 他看过李仁书的算学书 全是支写的 他看得顶合适 为什么做学问这样高尚的事情 都要学外扬 总是奴从的根性改不了 拍的又是一下桌子 有一次他在演书会里报名演说 他登台的时候 那天他碰巧把胡子刮尽了 倒反而看不惯 大家使劲地拍巴掌欢迎他 他把右手的点人指放在桌子边 他那一双离魂病逝的眼睛 盯着他自己的指头看 近看 像是大考试看夹带似的 他说话了 我最不愿意的 我最不赞成的 我最反对的是 是拍巴掌 一阵更响亮的拍巴掌 他又说话了 兄弟今天要讲的是 算学与品行的关系 又是打雷式的巴掌 坐在后背的叫好都有 他的眼睛还是盯住在 他自己的一个指头上 我以为品行一顿 我以为算学又一顿 他的心修的并边 青皮里泛出红花来了 他又勉强讲了几句 但是除了算学与品行两个字 谁都听不清他说的什么 他自己都不满意 单看他那美眼的表情就明白 最后一阵霹雳式的掌声 加着笑声 他走下了讲台 向后面在扇门里出去了 散了会 以后人家见他 还是亚里斯多德式的 独自在走廊下散步 老李现在做他本乡的高小学堂校长了 在东阳县的李家村里 一个中学校的毕业生 不是常有的事 老李那年得了优等文凭 他人还不曾回家 一张红纸黑字的报单 上面写着贵妇某某大少爷毕业 省立第一中学 优等第几名等等 早已高高的贴在他们李家的祠堂里 他上手那张捷报 红纸已经变成黄纸 黑字已经变成白字 年分还一息人得出 不是嘉庆八年便是六年 李家村茶店酒店里的客人 就有了闲谈的资料 一般人都懂不得中学堂 更懂不得优等族业 有几位看暴食食物的 就在那里打比喻讲解 高等小学足业 比如从前的进学 秀才 中学足业算是共生 优等就算是优工 老李现在就有这样的身份了 看他不出 从小不狠开口说话 性子又执拗 他的足老人家常说 单怕这孩子养不大 谁知他的笔下倒来的 又肯用功 将来他要是进了高等学堂 再一毕业 那就算是中了举人 常言说的人 不可以貌相不适 这一群人 大都是老李的自足 他的祖辈有 父辈也有 子辈有 孙辈也有 甚至叫他太公的都有 这一年的秋季 李家族人聚会的时候 族长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们公堂里有一份祭产 原定是归有功名的人收的 早出了缺 好几年没有人承担 现在老李已经有了中学文凭 这笔尽款是否应该贵他的 让大家公义公义 当场也没有人反对 就算是默认了 老李考了一个优等 到手一份祭产 也不能算是不公平 老李的母亲是个寡妇 听说儿子有了荣耀 还有禁忆 当然是双分的欢喜 老李回家来不到几天 东阳县的知事 就派人来把他请进城去 这是老李第一次见官 他还是秃着头 穿着他的大不挂子 也不加马挂 老李一辈子从没有做过马挂 就有一件黑羽纱的校服 领口和梁肘已经烂破了 所以他爽兴不穿 县知事倒是很客气 把自己的大轿打了来接他 老李想不做 可是他没有话推脱 只得很不自在地钻进了轿门 三名壮健的教夫 不到一个钟头 就把老李抬进了知事的内宅 官 老李一路在想 官也不定全是坏的 官有时候也有用 像现在这样世界 盗贼 奸淫 没有廉耻的世界 只要做官的人不贪不亡 做个好榜样也就好得多不是 曾正文的原才里讲得透皮 但是巡礼还不如库礼 巡礼只会想太平 现在时代就要库礼 像汉朝那几个铁心落手的库礼 猜对劲 看那边不又是打架 那可怜的老头 头皮也让扎破了 这儿又是一群人围着赌钱 青天白日 当街赌钱 坏人只配额对付 沙头 脚 灵池 都不应该废的 像我们这样民风强悍的地方 更不能废 一废让人更没有忌惮 更没有天地了 真要有库力才好 今天献之事 请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信上说 又要市面上 他怎么会知道我 下午老李 还是做了知事 大老爷的轿子回乡 他初次见官的成绩很不坏 想不到他到那样的开通 那样的直爽 那样的想认真办事 他要我帮忙 绑开民高小 我做校长 他说话到真是诚恳 孟府叔父怎么能办教育 他自己就没有受什么教育 还有他的品格 抽大烟 外遇侵吞学费 哼 不要说公民资格 人格都没有 怎么配当校长 怎么配教育青年子弟 难怪地方上 看不起新开的学堂 应该赶走 应该赶跑 可是我来接他的手 我干不干 我不是预定考大学 预料将来专修算学的吗 要是留在地方上办事 知识说的为桑子帮忙 我的学问也就完事了 我妈倒是最愿意 我留在乡里 也不怪的 她上了年纪 有没有女儿 长寿临房的怄气 气得甘为脾肺肾 甚轮流的作怪 我要是一出远门 她不是更没有主意 早晚要有什么病痛 叫她靠谁去 知识她这么说 这话倒是情真 况且到北平去念书 要几千里路的路费 大学不比中学 北平不是杭州 用费一定大的多 我那有钱是 就算考取了也还是难 爽幸不去也罢 可是做校长 约长的尖叫修身 每星期训词 这都不相干 做一校之长 顶要紧就是品格 校长的品格 就是学堂的品格 我主张三育病重 德育 治育 体育 德育尤其要紧 管理要从严 常言说的 棒头上出孝子 好学生 也不是天生的 认真来做一点 社会事业也好 教育是外事的根本 知识说的不错 我们金华这样的赌风 银风 泄斗 抢劫 都为的群众不明白事例 没有相当的教育 教育 小学教育 尤其是根本 我不来办 难道还是让孟府 叔父 一般糊涂重去 假工计私不成 知识说的 当然不让 娘的话果然不错 老李又在想心思 一天下午 他在学校操场的 后背林子里 独自散步 娘的话果然不错 事到人心 真是万分的险细 娘说孟府 叔父混号 叫做笑面老虎 不是好惹的 果然有她的把戏 整天的吃毒药 整天的想打 人家的主意 真可笑 唐把教育事业当做饭碗 知识把她撤了换我 她只当是我 诚心抢了她的饭碗 我不去问她 要前任的清掌 已经适个的便宜 她倒反而 缩拾猛三那大傻子 来跟我捣乱 怎么 那份忌产不归念书的 倒归当兵的 一个连长 就会比中学校的 足业生体面 真是笑话 幸亏知识明白 没有听信他们的胡说 还是把这份收入 判给我 我倒也不在乎 这三四十弹租迷 碰到年成坏 也许骨子都收不到 就是我妈倒不肯放手 她话也不错 既是我们的名分 为什么要让人强强去 孟府叔父的说话真凶 真是笑里藏刀 句句话有尖刺的 她背后一定咒我 一定狠静地毁谤我 猛三那大傻子 踩上她的臭大 隔着省分奔回来 替我争这份忌产 她准是一个大草包 她那样子 一看就是个强盗 她是在广东军阀时代 当连长的 杀人放火 本来是她正当的职业 怪不得她开口就想了 动手就想打 我是不来和她们一般见识 把一百多的小学生管好一个我的忙 谁还有闲工未吵架 可是 猛三他那傻 想了真叫人要笑 跑了几千里地 祭产没有争争 自己倒赔了路费 听说他昨天又动身回广东去了 他自己家庭的肮脏 他倒满不知道 街坊谁不在他的背后笑喝 真是可怜 蠢奴才 他就配当杀人 那位孟夫老先生 还是吃他的乌烟 我倒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好主意 知识来了 知识来了 操场上发生了惨剧 一大群人围着 知识吓了叫 挨进了人圈子 踏烂的草地上 横躺着两具血污的尸体 一具斜侧着 胸口流着一大堆的浓血 右手里还拿着一柄半尺长 硕亮的尖刀 上面沾着梅花瓣式的血点子 死人的脸上也是一块块的血斑 他原来生相粗恶 如今看了更可怕了 他是猛三 老李在他的旁边躺着 仰着天 他的情形看得更可惨 太阳穴 下壳 脑 两肩 手背 下腹 全是尖刀的窟窿 有的伤处 血已经淤住了 有的仙红还在直躺 他睁着一双大眼 口也大开着 像是受致命伤以前 还在喊救命似的 他旁边扶着一个五六十岁的妇人 拉住他一只石灰色的手 在哽咽地痛哭 知识问世了 猛三分明是自杀的 他刺死了老李 以后就把尖刀 往他自己的心窝 一次完事 有好几个学生也全看见的 现在他们都到之时 跟前来做见证了 他们说 今天一早七点半早操班 校长李先生 站在那株白果树底下都操 我们正在行声呼急 忽然听见李先生大叫救命 他向着这一头直奔 他头上已经冒着血 背后凶手他手里 拿着这把明晃晃的刀 他们转身 望猛三的尸体一指 很命地追 李先生也慌了 他没有望我们排队那逃 否则王先生手里 有指挥刀 也许还可以救他的命 他走不到几十步 就被那凶手一把揪住了 那凶手真凶 一刀一刀地直刺 一直把李先生刺到 李先生倒地的时候 我们还听见 他大声地嚷救命 可是又有谁去救他呢 不要说我们 连王先生也吓呆了 本来要救 也来不及 那凶手把李先生弄死了 自己也就对准 胸膛裁了一刀 他也完了 他几时进来 我们也不知道 他始终没有开一声口 知识说够了够了 他就叫他带来的 武作去捡猛三的身上 猛三假傲的口袋里 有几块钱 一张撕过的船票 广东招商局的 一张相面先生的广告单 一个自纸团 知识把那自纸团打开看了 那是一封信 那猛三不就是四个月前 和老李征绩产的 那个连长吗 老李的母亲开干了眼泪 走过来说 正是他 那是孟府叔父 嫌老李抢了他的校长 故意缩使他来捣乱的 我也听说这么说 知识说 孟府真不应该 他把手里的字条 扬了一扬 恐怕眼前的一场流血 也少不了他的分 孟三的妻子 是上月死的吗 是的 他为什么死的 他为什么死的 知识难道不明白 街坊上这一时 沸沸扬扬的 还不是李孟三家 小的画饼 真是画饼 孟三那糊涂虫 才是糊涂虫 自己在外省当兵打扶 家里的门户倒没有关紧 也不避街坊的眼 朝朝晚晚 竟是他的发泼 吵得鸡犬不宁的 果然 自作自受 太阳挂在头顶 世界上也不能没有报应 好 就到仲德堂 去买生皮削吃 一吃就闹血海发晕 请大夫也太迟了 白送了一条命 不怪自己 又怪谁去 知识说冤有头 债有主 这两条新鲜的性命 死得真冤 牢里更可惜 好容易一乡上 有他一个正直的人 又叫人给毁了 真太怨了 眼看这一百多的学生 又变了师奶的孩子 又有谁能比牢里那样热心 勤劳 又有谁能比他那高尚的品格 孟府真不应该 他那案件伤人 想了真叫人痛恨 也有猛三那傻子 听他说什么就信什么 叫他赶回来征计产 他就回来征计产 告他牢里逼死了他的妻子 叫他回来报仇 也没有说明白 为的是什么 他就赶了回来 也不问个红黑是非 传一道不 天亮就赶来和牢里拼命 见面也没有话说 动手就行凶 杀了人自己也抹脖子 现在死没有对证 叫办公事的 又有什么主意 老李没有娶亲 没有子媳 没有弟兄 也没有姊妹 他就有一个娘 一个年老多病的娘 他让人扎了十几个大窟窿扎死了 他娘滚在鲜血堆里痛苦的 回头他家里狭小的客间里 设了零座 早晚也就指他的娘库的 现在的骨头已经埋在泥里 一年里有一次两次烧纸站给他的 也就指他的老娘 一年里有两次烧纸站